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為了還趙連海一個公道 我在中國唯一一個地方 可以自由發表這個言論 還有這個逐字紀錄 在這個議事堂 我將趙連海 在這個法庭的自辯書的主要內容 是會宣讀 和就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 無理的指控和荒謬的結論 也都逐字讀出來 作為一個歷史的紀錄 給我們的後代 給我們的人民 是有機會能夠重溫這個荒謬的檢控 和荒謬的歷史的一個史實 主席有關這個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 裡面就回趙連海的檢控 原文是這樣 是這樣的 被告人趙連海南 1992年5月21日出生 漢族 出生地是北京市 大尊這個文化 無業 因這個涉嫌尋滋事 在2009年11月13日被這個機壓 同日被刑事拘留 2009年12月17日被逮捕 現機壓在北京市大興區看守所 有關的指控就是這樣的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指控 被告召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 利用社會熱點問題 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 及北京市大興區 風台區等公共場地 所採用這個呼喊口號 非法聚集等方式起控鬧事 嚴重滋擾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 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 利用社會熱點問題 以報案為名 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 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控鬧事 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 公訴機關就上述指控向法庭提供了 被告人公術和辯解證人證言 書證等的證據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趙連海 煽動糾集多人在公共場所起控鬧事 造成公共秩序嚴重的混亂 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293條第4項之規定 應當以尋釁滋事罪 追究其刑事責任 提請本院依法判決 主席這個就是檢控書裡面的主要指控的內容 我想指出有兩點是很荒謬的 另一點就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 這個就是毒奶粉的問題 他所指造成滋擾的地方 其中一個地方是在公安局旁邊 一個人民 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民 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管治之下的公安局旁邊 可以製造這個混亂的話 就是證明這個公安是殘廢的 是不是 或者是證明這個指控 是完全沒有根據和荒謬絕倫的 試想想 就是中華人民普通的一個市民 可以在公安局旁邊製造這個混亂 這個這樣的描述 你說是不是荒謬到絕倫 有關那個裁決呢 這個是 就回整個的審結之後 這個法院法官 聽完雙方面的證據之後 就作出一個裁決 本院認為被告人趙連海無視各法 糾紮多人 在公共場所起控鬧時 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 其行為已構成尋釁支持罪 依法應予懲處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趙連海 犯這個尋釁知事罪的事實 清楚 證據確實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趙連海及其辯護人 關於不構成尋釁知事罪的辯解及辯護意見 此向此以本院 此以本院 以查明確實的證據 所證明的事實不符 故趙連海及其辯護人的辯解及辯護意見 不能成立 本院均於不於接納 據此 本院根據被告人趙連海犯罪的事實 犯罪的性質 情節 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 對被告人趙連海依照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刑法 第293條第4項第61條第64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 被告人趙連海犯尋釁滋事罪 判決有其徒刑 兩年和六個月 第二個判決就有關他的物件 那些扣留和充公的問題 主席 我們聽聽趙連海怎樣為自己辯護 關於他的辯護的陳述是很長的 我只是就他的陳述有關背景的資料提供 我不引述了 他的陳述的答辯 他就作了一個標題 就是為我的無罪辯護詞 他有關提供的背景資料之後呢 他作了一個很長的表白 這個表白主席我必須全部讀出來給大家作為一個紀錄 我身為一個結石保保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 我堅信我自三聚清安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 他反而要自豪、驕傲於我所做的所有努力 我再盡力盡職我應兼負的責任 我也期望自己曾經的所有努力與付出能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 並且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無愧於我自己的良心 無愧於我們身處了自己的時代 我認為我所做的都是正確的 反而我都認為如果我不去做這些事情 我將認為是一個有罪人有愧於自己良知與靈魂 也有愧於聚於我身處的時代和我們的後代 我們努力讓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更加高尚 堅定我們正確的做人信念 並期待能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有益的作用 我們身處這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 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 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 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 更公正 更公平 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我因為維護及協助別人報案 並冠以莫須有的罪名而失去自由 在此我期待 在此我期望 這樣的傷害與委屈盡快結束 並期望是非被顛倒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在此我要說 如果維權有罪 那世必會助長 利欲分心的奸商 繼續喪眾天良 事無忌憚地將自己的利益 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 我們本意日漸淪喪的社會 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 如果報案及這個 歇視犯罪有罪 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 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事務忌憚的為所欲為 如果是這樣 我們每個人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 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 想必是這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 都不想看見的 今天的我由於錯誤的指控 被強行關押於失去了自由 我所期待的也只有期盼法律應有的公正 來為我主持正義還我於清白 在此我也真誠期望 我們的政府相關的部門 能正視已犯的錯誤 不要一錯再錯 我堅信正如以真理的光芒 必將照耀我們這個角度的每個角落 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 能視這個屈強的堅持 不畏別的 僅僅是為我自己良心 以靈魂的安穩 以及為了我們後代 能生活在一個具有優良品質的社會裏 更為了我們這個民族 我們這個角度 能以健康的靈魂 繼續傳遇這個世界 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並沒有犯罪 也期望擁有權力的人能 擁有高尚的人格與品德 想想所有被三罪清安毒 殘害的孩子們 秉持情惡揚善的準則 做出無愧於這個角度 無愧於良知與靈魂 及無愧於子孫後代的決定 這樣我們才無愧於 我們做為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角度的意義 最後我要再重申 我沒有進行起訴思內的指控的犯罪行為 我堅信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身為一名公民 應擔當的一份責任 我堅信我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是文明 且沒有錯誤的 我也期盼自己的努力 能讓社會有所進步 為了將正直良知的品德 保留在我們生命及靈魂中 我們只能堅定正確的信念和準則 否則將動搖我們正直的心靈 並錯誤的影響我們的後代 那樣我們才將是罪人 綜合上述及事實 我堅信我無罪 主席 這就是趙連海向法庭 在這個2010年3月所提出的 我的無罪辯護 正如看回先前這個檢控書裏面 所提出的指控 所謂的事實和證據 將兩個相比 指控書裏面所說 說趙連海引用這個 當時所謂的問題 就是三罪清安這個毒奶粉的問題 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罪名成立的 任何一個市民 包括收地 包括貪污舞弊 任何一個市民 如果不滿這個政府有關當局所提出的 去報案 或者聯同幾個人去報案 或者協助某些人去報案 就構成這個罪行 全中國13億人民都是罪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檢控的無利 這個裁決的荒謬 我們… … … …